評審老師,大家好 本研究團隊四樓四個人組成 我們的專題研究名稱為 蘇格蘭2應用於偵盤量表中心校正扶居值設計 我們平常上車床實習的時候 必須用量表對弓箭進行校正 而通常弓箭的偏心分為兩種 一種是與主軸不同心 而另外一個是弓箭垂直面移主軸不槍垂直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必須同時利用多個兩表 而如果沒有進行校正的話 進行加工會造成兩平面不互相平行 而造成輕度不佳 再來如果我們要將兩表固定於正確位置的話 雖然一開始弓箭甲齒上去 它的中心高度可能跟主軸中心的偏差量非常大 如果進行校正的時候轉動夾頭 可能會因為弓箭旋轉時的隨直分力 將兩表的側感進行受到破壞 為了解決中心高度 我們將原本的側頭從原點換成平板 這樣雖然解決了中心高度的問題 但是因為平板的摩擦力較大 會對側感進行另外一種傷害 我們發現我們的研究目標和基建原理中的 蘇格蘭2雙滑塊基建混合 而蘇格蘭2運動基建中 我們需要一個支點和滑槽進行相互運動 為了找到這個中心點節固定 我們利用了磁鐵跟點接感 吸附於弓箭的斷面 再利用追盤和弓箭的斷面 進行配合找到中心點 再來我們將滑槽和兩表進行配合 然後再將上面這個機構和滑槽配合 但是這樣子的話 固定兩表會變得非常不穩 而且會對測量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後來我們將固定的方式移到磁座上面 我們設計了一個固定套頭和滑槽結合之後 再將圍座的軸配合 然後這樣子我們可以將兩表固定於套筒之上 然後也可以做到前面的滑筷的運動 然後再來如果遇到像是 沒辦法利用磁鐵吸附的材料 或是弓箭太大 沒辦法進行追盤的配合的話 我們就將原本平板的部分沿用了過來 跟原本的這個套筒結合 然後再將兩表配合上去之後 這樣就解決了兩表固定的問題 然後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進行和上面同樣機構的校正方式 然後我們使用的追盤 它可以使用在多角弓箭上 只要有三點以上的接觸都可以進行校正 首先我們先將夾頭拍到可以將弓箭夾持的狀態 夾持完成後我們將套筒和尾座結合 將套筒套套進弓箭的斷面 將套筒套進弓箭的斷面 吸附配合 將套筒套進弓箭的斷面 吸附配合 像這個刀一般裡面 嘗一般面 réduified 不要像擴大了 調で固定露目中 調整完後我們將兩聚和尾座回到原點 但我們不僅完成了同心的調整 也完成了斷面的垂直度的問題 我們用一支表來完成別人兩支表才能完成的事情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專題研究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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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